我现在想要做一个作品 然后这个作品 例如说 我想要把会进来的照片 通通变成相同的图片 什么意思 来例如说 这边是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图 假设我希望我在排版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进来的图 我们会进来的图片 它是不是都是举行居多 但我想要排成像这样的感觉 我怎么样让图片变成圆形的 可以懂我意思吗 我让它变圆形的 或者是这里 我让我的图片那种排版 你看这些都是 有这种形状 然后再加那个实物上去 像这个框框也是 那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放进来的图 你想要让它有一个固定的形状 这个我们在Photoshop里面 它称为剪裁蒸色五片 OK 剪裁蒸色五片 就是老师现在要教的东西 剪裁蒸色片 那剪裁蒸色片它的 基本逻辑是这样 是剪裁 好 剪裁蒸色片很像你们之前 学那个AI的时候 有一个叫路径管理员 有吧 有吧 也就是说 例如说老师有一张图片 然后有一个形状 当这两个重叠在一起的时候 我设交集 交集的意思是 重叠处会留下来 所以呢 当我设了交集后 我这边会不见 都不见 只剩下它 这边的东西是吗 这叫剪裁蒸色片 它主要是在改变图片的外框 你外面的那个形状可以被改变 好 莱娜怎么做 它做法怎么做 我回来看 好 首先我们回到Photoshop里面 那我们先做练习 上课先练习 所以我们到档案的地方开新档案 那我先开个A4给他 A4 好 然后解析度我们有150 就要是练习 练习的档 确定 好 现在开了这个档案之后 那我想要让我汇进来的图片 有点形状 我该怎么做 来 首先我们先去汇图片 所以到上头找档案的置入 OK 置入 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我们在那边可以学 那你有没有到老师那边去抓素材 就是那个海角信号 给你把它打开 它里面有一些素材 这种剧照 这种照片 好 置入 好 例如说这张图 置入进来的这张图片 Enter 我要让它有形状 例如说 我想要让它在几何图形的部分 让它就是变成圆形的 圆形的 我学图圆工具 然后按住shoot 画正圆 目前问题 好 会画好 好 画出来之后 这是形状 这是照片 好 照片算那一种 形状是我最后的结果 我希望出来的样子是这个形状 内容是这张照片 好 来看右边图层 图层的部分你要特别注意 照片就是内容要在上 上 形状在下 OK 内容在上 形状在下 好 再来做什么动作 右键 建立剪裁遮色片 做完了 可以懂吗 要会喔 好 然后你建立剪裁遮色片之后呢 它其实是分开的两个物件 那只是透过功能的方式 它们变成这种效果 所以你看喔 你要会看那个画面喔 像这个 检裁遮色片的话 你这张图片它会这样缩进去 有没有 有个箭头往下的感觉 好 听懂吗 OK 来 那如果像这个人 是不是跟他屁股 我要看他头啊 或人啊 那看他屁股很怪 所以你点这个剧照 后 然后呢利用移动工具 你这样拖 人物就会出现了 听懂是意思吗 所以呢剪裁遮色片 可以让我们去限制 我这一张图的长相 我再做一次喔 来 那这两个做完之后 这两个物件你要把它摆在一起 它们两个不能分开喔 要摆在一起喔 好 所以呢 我把这两张图shift按住 来按 那个资料夹 它们两个存进去 OK吗 然后存到资料夹里面之后 如果你comment T 移动的时候 它们是等笔的 等一下 我没有按shift 好 它们是等笔的 会一起缩 Enter 一起动 有了解吗 好 这是剪裁遮色片的意思 好 再做一次 首先你要有个形状 例如说多边形 OK 好 再来 你去绘录一张图 好 我们再同一张图 绘录一张图 好 然后进来之后呢 Enter 摆一下你要的位置 好 好 这样摆一下你要的位置 好 到这边来 涂在上 然后画面在下 外框在下 然后呢 又建立剪裁遮色片 它就做完了 直接看到 好 然后点上面的剧照可以移动 那建立剪裁遮色片 这件事情啊 呃 我现在教你们的方法 是直接在上面 记得要在上面哦 然后你做完之后 它会有那种往下的箭头的感觉 那把它做成群组 好 记得在上面加剪裁遮色片 那它有一个方法 它有一个方法 来 再做一次 例如说我们画 自定形状 自定形状 那自定形状是什么 就是各式各样的图案 你点最下面的这一颗 自定形状后 它上面这一排 会有这里 形状资料库 你看 有很多形状资料库 例如说 我们用这一个 好 砖块的画 画很多砖 OK吗 好 来 我用这个当成图案哦 好 再一次 好 我们做第二种哦 当你会进来之后啊 我要让它一样 好 叠好 叠好位置 Enter哦 进来之后 来 刚才老师直接右键 点上方按右键 再来你也可以两个一起选 另外一个技巧是两个一起选 然后按Option Auto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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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中间哦 保守有标 Auto键按住 游标移到中间点一下 也可以 听懂吗 Auto键 好 那你点聚照之后 它就可以移动 Option 就是Auto键 Auto键 Auto键 同一个啊 同一个啊 有没有问题 好然后呢 选起来 再把他们丢到一个群組里头 他们在移动的时候 才可以一起移动 所以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叫做 剪裁 遮瑟片 你可以玩很多的变化 好 那我一定要用形状吗 来同学打字 T 点一下 好 如果打字 打 好 你已经说了是打剪裁 遮瑟片 好 来哦 一样的哦 字哦 你字要选粗一点的哦 因为它那个效果才会出来 好 好 我们再换 图片都同一张哦 好 一把图叠好 Enter 好 一样到这儿 右键 剪裁遮瑟片 好 这样就做完了 你看 字也可以 然后字就可以移 一堆海报都是这样做的 不要放屁股 放好看的地方 这样 假设这样 OK吗 对不起 对不起 过来 好怪哦 你们 然后这样悬起来 然后按 悬除 可以吗 好 所以遮瑟片会做了 剪裁遮瑟片 剪裁遮瑟片 来练习一下 等一下我再做变化 开空白的 然后去抓效果